在2019年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举行的第二届3月3书法展上 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杜甫草堂诗书画院特聘画师王建安的作品 引来了众多书法迷的关注 鲜为人知的是 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不仅书画篆刻的名声后 微雕记忆更是了得 8月28号 记者来到微雕艺术家王建安位于成都的家中 客厅里立着两个木制展示柜 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数十件他珍藏的微雕作品 此时满头银发精神绝朔的王建安老人正整理着自己的微雕作品 据了解王建安年轻时在一家任剧厂做美术设计师 自1980年偶然与微雕结缘后 王建安就对这门艺术着了迷 味道最大的魅力 它就是把很大的这些黎素品 浓缩得很轰小的 这个无结合的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同样的把这种黎素精神进行浓缩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魅力 一厘米上刻着1400余字的逍遥油 一根筷子上刻出一整幅清明上河图 一根团山山饼上刻上129幅西香剂插画 一块手掌大小的抛面刻下3万余字的一斤 这些都是王建安专严微雕 近40年里保留下来的最满意的作品 开头就是要用很多不值钱的东西 比如说像油漆玻璃啊 啥子塑胶片啊 这些都不间断地刻 就是有种甚至是闭到眼睛刻 忙刻 你一拍一拍的都刻下来 反复了试炼 反复了这个琢磨 然后这个就成功了 当这个成功的时候 希望你莫得亚子保费的作品了 就码一件就成功一件 王建安拿起自己上周刚完成的微雕作品 《天下第一行书》向记者展示 上面雕刻的是《蓝亭集序》 每一个字都按照王羲之的书法进行雕刻 王建安告诉记者 由于微雕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他现在已经减少了微雕的创作 将精力主要放在书画上面 二十年以前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本身我有高学 我长期一天只要开机的时候 完全飞行往事 完全是补销的时间 从早开到晚 等到我发现的时候 作品都开好了 两只脚干中了 他就是这样的学美 因为不流动 我后头想那种办法呢 就是高级闹钟 每半个小时 他闹一次我就要起来走 王建安表示 书画功底对于微雕创作来说非常重要 他的工作台上摆放着各类书法书籍和工具 他也曾多次在杜甫草堂举行书画各展 给微雕创作为一条你要 可微雕的纸 你首先你就要把纸要洗好 你如果是你书法都没洗好 你来实际上可微雕的纸 你现在可不好 你可要的纸都不好 人家 内行一看 你的纸 如今 有不少人在和王建安学习书画 但他仍没有一个学习微雕的徒弟 面对当下越来越多的手工记忆 渐渐失传和被遗忘 王建安表示 愿意传授微雕 他希望这门文化记忆 能够长久的传承下去 也是这种非议 非议的东西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